嘿!大家好!我是永齐 今天這支影片要跟大家介紹 拍攝影片顯為人知的三個重點 幫助你拍攝高質量YouTube影片的有效方法 我的頻道主要是分享網路創業、網路賺錢、網路兼職的方法及經驗 如果你對這些內容有興趣的話 請你務必要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鈴鐺、打開通知 因為我除了每週六上傳影片外 另外有即時新資訊也會上傳影片 這樣你就可以得到第一手資訊喔 那我馬上來開始吧 拍攝影片顯為人知的三個重點 收音、燈光、攝影 那我們針對每一個重點詳細說明吧 收音的重點 說話聲音要清楚 背景噪音要小聲 千萬別用手機直接錄 至少要連接手機付的耳麥 但是線很短 不方便使用 我之前有看大YouTuber介紹 Rune F1 算是專業級錄音設備入門款 如果要做專業YouTuber的話 可以考慮投資 相關的連結我放在影片說明內 燈光是影片的靈魂之一 而且相對其他設備成本較低 如果有遇到人的話 建議還是要小小投資一下 如果真的預算有限 在燈光的說明之後 我會告訴大家一個解決方法 請大家無必要看下去喔 燈光的要決 先求曝光正確 再求美化修飾 燈光還要考慮七個因素 一 燈的數量級位置 燈有分主燈、輔燈、背燈、背景燈 那至少要有一個主燈 如果是室內彈話性影片 建議還是要有主燈、背燈、背景燈 才能達到較為專業的質感 燈的位置 主燈用於凸顯主角 讓畫面光線達到幾個水準 至於主角的左前方或右前方45度 五燈用於控制畫面的陰影級對比 至於主燈的90度至125度 背燈幫助主角區分出背景 至於主角後方 背景燈打在背景部上的燈 二、光線的亮度 通常亮度單位是看流明及照度 流明及照度有直接的關係 我們來看公視 相同的流明 距離燈越遠 照射角度越大 則照度越暗 打光絕對是你必須要優先投資的設備 不要讓你的影片太廉價 比較便宜的燈具不會標示亮度 只能從瓦數去判斷 建議至少60瓦 最好有180瓦以上 三、CRI值 又稱RA值 平均顏色性指數 以太陽光為標準 越接近太陽光照射物體的顏色 則素質越高 換句話說 某光源的CRI值越高 則該光源的真實性越高越自然 CRI值的最低標準為80以上 較為專業最好有95以上 四、TLCI值影視照明一致性標準 LED光源發光源裡 及光譜分布特殊性 有時CRI值很高的光源 在螢幕上看到的畫面有色偏 故以TLCI值來判別相機所看到的光源 及太陽光的比較 TLCI值最低標準至少為85以上 我再用了神牛SL60W的燈 各項參數 CRI值為95 TLCI值為95 色溫 1000K就是偏夕陽或竹缸等非常暖的光 10000K就是偏、月光等非常冷的光 最好是購買大範圍的色溫調節燈 才能應付各種色影主題的需求 但是相對單一色溫的燈貴很多 一般陽光的色溫落在5000K至6000K之間 所以主燈的色溫建議落在上面的範圍 我們亞洲人的膚色為黃色 建議背景燈為冷色系 例如藍色 這樣畫面上的對比及構圖會比較適合 6.攜帶便利性 7.電池續航力 以上這兩點是針對戶外拍攝影片所需考慮的 剛才有提到預算不足 那光源要怎麼處理呢? 我們可以利用白天 尤其是早上的時候 面對家裡最大的窗戶 在窗戶面前拍攝影片 這樣也可以達到不錯的光源喔 拍攝影片應注意的事項如下 影片的內容及重點 用戶體驗加情境聯想 讓看影片的觀眾可以體會到 觀眾自己有掌握到你要分享的內容 攝影的要訣 清楚加穩定加分鏡 不清楚或沒有對焦 這支影片就沒有價值 觀眾根本就看不懂 建議畫質最好為4K30P以上 最少為1080P 再來是穩定 定點要用腳架 移動最好有三種穩定器 來幫助你拍攝更為穩定的影像品質 第三點要有分鏡的概念 要強調影片主題的不同特色 你就要知道要用什麼樣的鏡頭語言 能夠把它拍攝出來 這個比較專業的攝影姿勢 之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接下來要講另外一個主題的重點 請大家一定要耐心看完喔 不然就會錯過很重要的資訊很可惜喔 幫助你拍出高質量YouTube影片的有效方法 第一點影片要打動人心 當我們在創作影片故事腳本時 我們必須問自己 影片能不能讓觀眾有共鳴 能不能挑動觀眾的情緒 只是身為內容創作者 必須要有的認知及使命 當你深感其他優質影片所啟發的同時 認知自己也可以創作出相當內容的影片 去啟發更多的人 第二點影片有傳達出重要的內容訊息 首先你必須要有足夠多的素材去編輯腳本 餅高手滴是許多內容創作者常犯的錯誤 這些內容創作者想在有限的時間內 傳達很多訊息給觀眾 但受限時間 只會讓人看了摸不著頭緒 影片想要表達的內容 因為時間不足以你說完全部的內容 所以你必須找一個有趣的切入點 去深入潛逐的說明一件事情 而不是留於表面的平鋪直序 第三點觀眾會不會自發的分享你的影片 你的影片有沒有辦法讓觀眾自發的 分享出去 我們在創作影片腳本時 也要換位思考一下觀眾的想法 站在觀眾的角度去審視自己的作品 這樣的影片內容有沒有觀眾會花時間去看 影片的內容對觀眾有沒有幫助 讓觀眾覺得有受用 進而自發的去分享你的影片 身為一個內容創作者 我們不一定要迎合每個觀眾的口味 去製作影片 而是面向觀眾 傳遞訊息 引發共鳴 一定要想好你的目標觀眾 根據你目標觀眾的需求去製作影片 影片內容可以是娛樂性的 也可以是分享知識的 第四點建立出自己的影片風格 我們一定要建立出有別於其他內容創作者的內容呈現方式 尤其是在影片的品質上要多花功夫 尤其影片的腳本特別重要 內容如果隨波足有的話 很容易被大量同類型的影片埋沒 打造屬於你個人的iP 才能在YouTube市場上站穩腳步 第五點提升影片畫面品質 當有類似主題的影片在我面前隔空選擇的時候 相信大家一定會選擇畫質比較好的那一部影片 就像我前面提及的影片品質最好有4K30p以上 畫面的構圖及光線布置 影片剪輯的流暢度 適當的背景音樂選擇 穩定的畫面運鏡 意想的收音效果 以上都影響到影片的品質 進而影響觀眾觀看影片的情緒 善用手上擁有的設備 進而在有限的條件下做到最好 然後尋求突破的可能性 再次提醒大家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千萬千萬不要去做買粉買流量的事 至於為什麼不能這麼做 我會在之後的影片詳細跟大家說明清楚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給我一點鼓勵 視我持續下去動力 記得幫我按個讚幫我分享 並且留言告訴我 今天的影片有幫助到你嗎 請你要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鈴鐺打開通知 因為我除了每週六上傳新影片 另外有即時新資訊 也會上傳影片喔 謝謝大家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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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